您呢 但请将军明示 您可指 大汗身边的贴臣侍卫 阿克敦 在背后参了您一门 我与阿克敦无怨无仇 这是为何 阿克敦私底下密告大贝勒 说您联合三贝勒 使而阿哥 准备四级陷害于大贝勒 这偷刑之事 也是您刻意无限的 左阁夜里 大贝勒就已经到了大汗府上 求大汗主持公道去了 阿哥对我成见于是呢 着实让我心悍 兄弟之情 竟变得今日如此 韩阿玛怎么说 大汗不生头疼啊 只怕今晚 就要传您过去对质呢 对质便对质 我皇太极 行得正 做得直 没什么可怕的 那 四贝勒请多保重 我便先回去 回禀大汗了 多谢将军 请劝韩阿玛宽心 身子才是最重要的 韩阿玛若是不舒畅 便是儿子们的过错 四贝勒 请留步吧 将军郝总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四大贝勒之中 三贝勒芒古尔太因世杀欺慕 以为大汗所不息 外界舆论对他颇多为辞 二贝勒阿弥 乃舒尔哈齐之子 由滚代抚咬 滚代四道宫中财物 阿弥难逃其咎 戴善与阿巴亥往来过命 虽只有刺食的铁证 但却已在大寒心中 扎下了一根 难以抚平的尖刺 如今楚位之争 你已胜券在握 我应该如何恭喜你才好呢 连你也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论隐忍 论尾世 论权谋 你哪一点不在中阿哥之上 哪还需要看什么三国演义啊 你已经赢了 努尔哈齐还不够重视你吗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戴善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为何你就一口要定 是我阿海德 你怎么知道不是戴善 与阿巴还偷情被揭穿 恶负沉舟孤注一掷呢 你曾经跟我说过 为了这份权势 你会不惜兄弟相证 你终于等到这个大好机会了 可是皇太极 你未免也太狠了些吧 戴善与阿巴害的私情 并非我虚构 王阿满知道也是早晚的事 没有人冤枉他 就算我杀了他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搞不好还引火上身 得不偿失 你看看你 你这眼泪是为谁而流 你能说你心中没有他 不是这样的 有人 是你对我才人 你如果 要完完全全把心交给我 可过了这么多年 你始终还是对他难以忘怀 不是这样的 你是我的 你只属于我 如果你始终忘不了他 无法完全属于我一个人 那我宁愿 我以为你 您没有时间